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一八八 我是七七 好家伙呀 真的台湾太争气了 这场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 我觉得是意义比较重大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上的奥运会的比赛 还好赢了 不然的话 我不知道小粉红得颠到什么程度 虽然他们现在也是在颠 但是他们现在是在强词夺理的颠 所以只是看他们像在看笑话一样 所以这一下其实是把他们打熄火了的 基本上处在一个全体装死的状态 我有刷到高雄现场观看了整个热情的场面 那当然赢了大家都开心 但是你们绝对不会就是说害怕台湾输掉 然后就跪地磕头吧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人当然应该有国家荣誉感 谁都喜欢赢 但是你怕输到这个程度 你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这已经是不正常了 你们知道吗 这场男子双打羽毛球决赛 那个比分也是真的胶着 还好领养组合扛住了压力 然后拿起了金牌 中共的转播整个过程 其实真的能把人笑死 他们一开始说的是有信号问题 转播不了 然后变成文字直播 后来连文字直播也切掉了 再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实在是 此地无银三百里 而且显得太小气了 再加上现场特别多的中国观众 估计还有他们的特工呢 在这不停的预防有人举不合时宜的加油的旗帜 所以他们临了了 还是决定来转播 但是朋友们 但是 就是眼看台湾要赢的时候 他们立刻切入了广告 而且之后呢就切到了这个篮球的比赛 因为他们是绝对不敢让人看这个颁奖典礼的 但是呢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我相信朋友们应该都看过了 但是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现场的观众跟着一起唱了 今天白日满地红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拿下씨 因为晚谈论 我不分不空 我的雪 终于 智内 不 去 说 結帳是不太細分 礦kaya的陽光王智齡 想像現在內心是非常的澎湃 沒錯 哇 这时候也掉下了感动的眼泪 对 不得不说在这种最高等级的运动员的殿堂上面 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哥来讲 的确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这场比赛在中央台是有回放的 但是却独独没有颁奖典礼 你说中国运动员拿了银牌 难道就不配被欣赏一下他们的领奖吗 在我写这个文稿的时候 我发现羽毛球男双上了热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点进这个词条他们都在说什么 后面说 不管输赢 台湾绝对是中国的一部分 输给这队组合太不爽了 其实裁判公平的情况下 不一定谁拿冠军呢 不过吐槽一句 现场真的 又是举着棋子喊 又是在发球的时候吵死了 裁判都该死 台湾也是中国的 不想也得认 反正羽毛球男双金银牌就是中国爆揽了 这话没有一点毛病 这个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 你说了也没用 恭喜省队为祖国拿下金牌 儿子出席了 妈妈爸爸也高兴 中国喜天一金一银 首先这个金牌肯定是不属于你的 另外就是 叫谁儿子呢 叫这个 祖国妈妈明天就收复台湾好吗 好的 是什么给了错觉 得个金牌觉得自己又行了 我要笑掉大牙了 说恭喜中国队一金一银 只要点进去 差不多类似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发言 就是小粉红都在叫嚣这个 台湾是中国的 那请问这个颁奖仪式 为什么就不能让人看一看呢 中国领奖吗 对不对 自欺欺人啊 真的是好样的 这要是你的 你们现在也就不用再打嘴炮了 无论如何台湾都已经拿到金牌了 因为你们说什么 那金牌反正到手了 小粉红不管说什么都只能是无能狂怒 你嘴上再说台湾是中国的 可是台湾就不是啊 你有本事就去管一管嘛 而且你们现在入境台湾应该就都挺难的 所以我就想知道到底是管不了呢 还是不想管 说到什么都是中国的这一点啊 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好笑的 你知道吗 从法理上来说啊 美国是属于中国的 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 我国国土下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 也就是说 你一从头挖下去 不管是挖到金银珠宝 文物还是烂泥板 都是国家的 法律并没有规定 具体挖到多深属于国家 那如果一直挖 挖到地球对面 就可以挖到美国 把他那个华盛顿掏过来 也是中国的了 在冷战时期 苏联就干过这种事 挖了一万多米 实在是挖不动了 只好停了 所以啊 从法理上来说 美国在我们地底下 那就是我们的 你说是不是 我竟无言以对 虽然说中国的这个土地 针对着的并不是美国 但是有人说了 我网友说可以斜着挖 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啊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 你来收美国人的税呢 或者说习近平什么时候 来美国参加一下大选 现在就剩这个两三个月了 对吧 这个时间了 那习近平你说 你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 你怎么不来参选呢 这个时候还不来美国的各个州 造个市公开演讲一下吗 那样就真的来不及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为什么不来自己的地盘上面 来收收税啊 我觉得这边的人还挺有钱的 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 就像我上面说的 你说你嘴上说一说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我现在说我是美国总统 那难道我是吗 就小粉红们吆喝着台湾是中国的 能是吗 反正林阳和王麒麟已经拿金牌了 而他俩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恭喜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看的可能有点逆天 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心理上的不适 不是恶心啊 是可能会有点起鸡皮疙瘩的那种 请小心 真的很难评朋友们 我见过在大街上哭的 也见过躺在地上耍赖的 也见过有高喊 华为遥遥领先的 但是这三合一的 你见过吗 是不是很炸裂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巨婴啊 那颗玻璃心实在是太脆弱了 就一碰就碎 我之前有说过巨婴 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巨婴它并不是说 没有办法独立养活自己的人 指的是视频里的这种人 他们也许每个月都可以赚不少钱 甚至成立自己的家庭 生活也是完全脱离父母 很独立的 但是你只要观点跟它不同 它就会立刻崩溃 世界崩塌 这才是巨婴 巨婴不代表没有生存能力 他们只是完全接受不了 跟他们三观不一样的人 能存在着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能有这样的人存在 比如说你如果对着一个巨婴的小粉红 说中国的坏话 他们就会直接破防 同样的道理 像是之前护身风 他有次直播 也有遇到一个 就直接被嚎啕大哭了 因为他接受不了索尼 在摄影界霸主的地位 因为索尼全球 在这方面是第一 索尼在全球来讲 摄影领域是第一 就是索尼说第一 没有人敢说第二的 就是几乎 几乎啊 几乎 所有的手机的SIMUS 都是索尼的 大家也看到了 给护身风都整不会了 一个大男人 因为一句索尼摄影第一 崩溃了 军英国是真的很吓人的 其实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我不能否认 有些人可能天生 就是没有办法成长 成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但是大部分人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正常的 可是中共呢 他不要这些人 有个完整的正常的脑袋 所以中国其实现在 巨英才会特别多 甚至都已经引发成一个 社会现象了 人呢就要从一开始 就学会从多角度来看待事物 接受这个世界上 存在跟自己不同的三观 想法 还有各种观点 这是成为一个 正常成年人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 别哭了 巨英们 真的你有这力气 你多想一想 为什么你自己会变成这样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呢 请加入会员频道 加入之后呢 会看到会员专属的 最新问题收集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出于安全考虑 我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的问题 我基本上全部都会 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一日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